大家好 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下午5点 广沙地正式回应 许总好最新趋向曝光 球迷表示太意外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CBA临赛的 相关消息 众所周知 在4月1日 CBA季后赛 将会正式开始 那么现在 各自球队 已经 到达了南昌赛区 开始 赛情的 集中备探工作 那么本赛季的 CBA季后赛 整体赛程 加长 那么在附加赛中 将会采用 三局两胜制 那么在随后的 季后赛中 将会采用 五局三胜制 那么总决赛 将会采用 七局四胜制 那么可以说了 球迷们 你会看得非常的过瘾 那么随着 季后赛 即将到来 那么各自 球队的 阵容 也是 逐进被曝光 那么很多 球迷啊 在近期 也在讨论 关于广萨队的 相关问题 众所周知啊 本赛季 广东队 广萨队 在常规赛 取得了第六名的好成绩 球队的 举帅 王博之道 也是成功当选 最佳教练成好 可以看出啊 广萨队 已经成为了 本赛季 争贯的 热门球队之一 那么然而呢 就是近期啊 很多球迷都在讨论 关于 广萨队 内性中锋 许忠豪的 相关问题 众所周知啊 在常规赛中 许忠豪 犹如在比赛过程中啊 屈信 委体犯规 导致啊 对方球员受伤 那么因此啊 赛季临赛 也是官宣的 重犯处罚 许忠豪 也因为自己的错误 醒目呀 遭受到的 巨额的罚款 再加上啊 竞赛多长 那么了 在近期啊 有球迷在讨论 鼠忠豪的 去向问题 因为啊 根据媒体消息啊 在近期 广萨队的 训练 中啊 并没有看到 鼠忠豪的声音 那么因此啊 很多球迷 也在热议啊 鼠忠豪 到底去哪里了 那么就在啊 近期下午5点左右啊 根据媒体消息 显示啊 广萨队 官方啊 也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啊 留言回复了 球迷的疑问 已经正式回应了 徐忠豪 因为个人的私事啊 可能会 晚两天 再 晚两天啊 到达赛区 与球队 会合 那就意味着了 徐忠豪的最新 去向 已经曝光 他是 这个 离开球队啊 去取你个人的一些事务 等到事情取你完完毕之后啊 也会马上 回归球队啊 参加季后赛的比赛 对于 这个消息啊 很多球迷也是感到意外 因为现在啊 季后赛即将到来 虽然说广萨队取得了 常规赛第2名的好成绩 但是呢 在季后赛到来之前的 这段时间啊 球队的 这个集训备战 是非常重要的 而季中豪呢 此时啊 离开球队 去取你个人事务啊 也会 耽误一些 虚拟的时间 同时也说明了 季中豪 需要取你的这件事情呢 还是 比较的重要 那么作为球迷啊 我们也希望 季中豪 经历了 被取罚的 这个事情之后啊 能够痛定失痛 能够啊 改改掉啊 之前的一些坏宝贝 在季后赛中啊 争取啊 用优秀的表现 来回报 球队的信任 同时啊 也是 用优秀的表现呢 让球迷改观 大家认为 今天的分享 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